好,再來我們要講MTX10 RPT10 WVU這台的功率調整 我們可以打開 然後呢,我們就是這個F鍵,就是功能鍵 按一下 然後可以上下去調整 在第四個選單式的部分 它可以調整D跟高 它可以設定這個高低功率 那一般來講的話,一般我們都會建議客人就是用高功率給 那個發射給人家就好了 可是如果說今天你的使用環境下真的沒有很長 那你又買到10W機器 其實低功率也喊得到的話 你可以考慮用低功率就好 因為這樣子對機器的功率晶體的壽命會比較長 高 好 確定 那還有另外一個方式就是說 它也有做快捷鍵 在4的時候有寫一個POW 我們一樣F鍵按一下 然後4按一下 進去 好,現在我再做一次喔 F鍵按一下 4 就直接跳到第四個選單 然後F鍵進去 高 低 高 看你的需求跟你的使用環境去設定那個高低功率 很棒 很高興